庄子让王中讲,日处而坐,日落而息。 从古至今,睡觉乃人生大事,一个人的睡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生状态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都懂得抚养自己最好的方式,是好好睡觉。 恰如中医中所说,要补不如食补,食补不如睡补,睡得好,胜过世间一切灵丹妙药。 01,好好睡觉,你就转了,补雨云,一膝补卧,百日不复,大意是一碗门睡带来的损失,即使补养一百天也未必能弥补回来。 好好睡觉,不仅是恢复身体,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,同时也是呵护精力,提升生活热情的有效途径。 唐宋八大家中的苏东坡,因五台诗案遭人误解,锒当入狱,连小命都命选一线。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依旧逍遥自在,在狱中呼呼打睡。 正是因为这种随遇而安,到头就睡的心态,反而救了他一命。 在皇帝派来太监视察的过程中,苏氏依旧憨声如来,皇帝听闻,虽知他问心无愧,于是将其贬到黄州。 有句话说,福气有时就是在睡觉时来的,毫无疑问,苏东坡正是如此,睡觉,不仅帮助我们可以化解危机,还能创造更多的价值。 纵观历史长河中,这个世界一直在偷偷奖励好好睡觉的人,晚晴仲晨曾国藩坚持早睡早起,其家族深受影响,不断繁衍昌盛,二百四十个子孙个个出色。 作家郑渊杰每天九点准时就请,早上四五点起床坚持学习、创作,最终写出了明造一时的童话大王。 无论是万科的前董事长王石还是阿里巴巴的CEO张勇,他们身上都具备快速入睡,迅速起来的能力。 这种能力可以让他们忘却一切,安然入睡,醒来快速投入工作,这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好好睡觉,是能力的体现,更是掌控力的体现。 一个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,才有可能把控自己的人生。 连阿,好习惯,才会有好状态。 古代文学家,教育家演之推曾说,西闲成懒,西懒成病。 习惯于懒散,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懒惰。 习惯于懒惰,久而久之就容易生病。 习惯是我们每个人无意识,不用思考,不用强调,不用别人督促,自然而然就想去做的事情。 好的习惯,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 一位作家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,长时间下来身体状态十分不好,不是头痛就是肠胃不适,整个人萎靡不振。 去医院做了一番检查后,医生开出最大的药方式早睡。 从此以后,作家开始了早睡早起的道路,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准时上床。 无论困不困,都闭眼睡觉,坚持了一段时间后,什么头痛脚情的毛病通通被治愈了,自己也养成了时间管理的好习惯。 生活中,最好的治愈方式是早睡,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也是好好睡觉。 人体就像是一部手机,睡觉仿若充电器。 当冲宝十足后,整个人自然活力四射,精神十足,睡觉,不仅可以解决人生多半问题,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 汉书甲一传中告诉我们,少年若天性,习惯成自然,若是能从小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,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,从而受以终生。 一经中说,天行剑,君子已自强不息,这里的剑代表的就是钢剑,积极,主动,也意味着新的精神。 当一个人懂得早是早起,自然而然会开始振作,也就突破了懒惰的惯性。 这个习惯持之以恒,会汇聚成巨大的力量,从而自强不息,开启人生心征程。 03,选择怎么睡,就怎么过一天。 曾广闲闻中说,早起三光,吃起三荒,晚睡虽暂时会带来熬夜的快感,但醒来后,会觉得精神不佳,身心疲惫,甚至因为匆匆忙忙,影响一天的心情。 若是早是早起,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愉悦,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,都能用最饱满的状态,开启崭新的一天。 古雨有云,一日之际在雨晨,一年之际在雨春,睡觉,亦是如此,你选择怎么睡,就怎么过一天。 有一位十分出色的特种部队指挥官,退役后创办了咨询公司,还写了畅销书。 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佼佼者,有记者采访他时,了解到无论何时何地,他都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。 这位指挥官说无论任何时刻,我们的生活中都有一个隐形的敌人,那个敌人就是懒惰,不自律的自己。 当你付出了时间和努力,战胜了那个懒惰的自己,才会有战绩和荣耀。 零四,有人说,如果你想创造奇迹,那么不妨从早睡开始,当你早睡早起的那一刻,生活的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 富兰克林也说过,我从未见过一个早睡早起的人,懊怨命运不好的,早睡早起,是性价比最高的生活状态。 早睡一小时,给你带来的惊喜,可以超出你的想象,充足的睡眠,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,还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清思路。 舒适的安稳觉,还可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,使整个身心得到放松。 尤其是第二天醒来,更会发现自己活力满满,状态满分。 幸福,正是从早睡早起开始,只有顺应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,为自己充好电,蓄好力,才能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。 因为当你赢得属于自己的夜晚,就可以战胜自己。 当你可以赢得属于自己的清晨,方可赢得自己的人生。 最后,为大家附送几个关于失眠的小知识,怎样才算失眠? 一,入睡困难,躺在床上超过三十分钟仍无法入睡。 二,睡眠不深,睡眠过程中容易被外界声音或光线干扰,睡眠质量差。 三,睡眠时间不足,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。 四,睡眠过程中容易醒来,睡眠过程中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会醒来一次。 五,睡眠过程中做梦,睡眠过程中经常做噩梦或思维梦境,改善睡眠做毫无见识。 一,改善睡眠环境,保持安静,调低光线,选择舒适的床铺等,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 二,放松身心,睡前冥想,深呼吸,泡个热水澡等,有助于放松身心,帮助入睡。 三,避免刺激性物质,如咖啡、茶、泥骨丁等,以免影响睡眠。 四,规律作息,保持规御的作息时间,有助于身体调整睡眠节律。 五,寻求专业帮助。 如果您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醒来,并且感到疲劳,情绪低落,注意力不集中等,建议及时就医,以便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。 总之,当您在睡觉时总是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,这可能暗示着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为了改善睡眠质量,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,采取措施改善睡眠环境,放松身心,避免刺激性物质和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。 如果您需要帮助,建议及时就医,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,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